夫妻多年为何不顾情面 怒目乡下 打我的时候 那个眼睛里面那个杀气 很重的那种杀气 他会惨气脸 会骂人 是他百般挑剔 无法满足 他这怎么都可以 别人这怎么都不可以 还是他不听劝解 难以沟通 他的沟通能力 我觉得非常累 究竟是性格不合 还是互不妥协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小区大事即将播出 他一直以来都 动不动就打我 反正不管大事小事 一说到他就打 我也去打了 现在你说我一打他就报警 我能打吗 根本就不会去打 这里是厦门市海仓区中山派出所 警民连调试 现场满心委屈的女人 名叫连明 在他对面一脸无奈的男人 是连明的丈夫老五 连明说 这次报警是因为丈夫对他动了手 当时丈夫的情绪很激动 他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他每次断手打我的时候 那个眼睛里面那个杀气 很重的那种杀气 好像把爸爸的女人赶快死 老五无奈地说 妻子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平时只会要求别人 不要求自己 但凡老五要和妻子理论上几句 往往最后都会引来妻子的谩骂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性格合不来 看话各方面都不一事 经常吵架 老五回忆到 2019年4月18日那天 妻子从外面回家 看到家里乱七八糟的状况 立刻不满了起来 面对妻子的指责 老我开始距离力争 没想到老我的反驳 却引来了妻子无休止地谩骂 在妻子的骂声中 老我心头的怒火彻底燃烧了 他随手拿了个东西 准备吓唬一下妻子 制止这场争吵 你现在打了他 他一报警 我肯定就得去住了 我不会那么杀气打他 然后因为我在选择 如果不报警的话 事情会越来越严重 从外观来看 没有这种比较的伤和 他按照南方的讲 老五讲的 他只是吓唬他 妻子报警之后 老五和妻子一起来到了中山派出所 警民连调试 坐在调解室的老五十分无奈 他觉得他与妻子联名 有着很大的性格差异 与其这样无休止地争吵 倒不如分开生活 连个人实在何不来 在一起很痛苦 大家自愿 赚快一点离房 你要离房可以啊 你有那个能力离房 那你全来啊 你要给我十万还是二十万 你条件开出来 我就跟你离啊 连明很伤心 他甚至有一些恐慌 因为一点点小事 丈夫就拿着水果刀威胁他 这样连明感到极度的不安 他选择报警来保护自己 另一边 老五也觉得很委屈 多年来 妻子根本就不讲道理 动不动就对他骂这骂那 他觉得 妻子的谩骂 也算是言语暴力 老五就做出了决定 他要和妻子离婚 摆脱这种永无休止 争吵的日子 夫妻间难免会有半嘴的时候 可是这对二十几年的夫妻 仅仅是因为 谁弄了屋子就引发争吵 进而报警 甚至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可见这二十几年来 他们俩没少闹矛盾 这两个人的日子 到底是怎么过的呢 由于报警当天 老五提出离婚 几名连条市的主人 颜艾萍觉得 有必要对他们进行 再次调解 于是第二天 颜艾萍联系到了 心理咨询师谢雄芳 一起走进连鸣和老五的家 反正我觉得他这个人 确实很会 我拜他搞得很苦 拜他害得非常苦 调解员刚一进门 老五就讲出了 埋着他心里的苦楚 老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传计计划 请订阅 屏幕 联名便说了两句气话 我说你不要以为拉着他 等下你们跟着后面错论 他拉着你们到处去我 你觉得很舒服 那好你昨天会验三百块钱 一个人给我探一百块过来 好不容易找两个打蛋 打拼盘球 他天天就在找我的麻烦 老五觉得 妻子背着自己和朋友要钱 让他很没面子 而联名则认为 丈夫的朋友并不是真心为丈夫好 因为打球交友的问题 夫妻二人大吵了一架 自从三年前老五迷恋上了打乒乓球 他就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了 家里的一切开支都是妻子赚钱应付着 为此妻子联名是一肚子的不满和委屈 他认为都是这些球友把丈夫带坏了 现在为了打球 丈夫连工作都辞了 一个还不到五十岁的大男人 辞了工作 天天打乒乓球 这正常吗 丈夫心怀赚钱梦想 却为何让妻子惶恐不安 整天的在做那个什么花财梦 妻子一心为佳 却为何得不到丈夫的理解 他就是恋钱不恋 相伴二十余仔的夫妻俩 未来之路又将何去何从 他每一次说的比都很大 当时等等吃到准备都很想 我看他不准 他看我不准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今天再打一块 你们经常在这几个人 在这打乒乓球上 那他老婆有没有来这里 讲你们不要打乒乓球 四十九日不要打 有一天他看见我 就说要不要叫老年 叫老五打乒乓球 就是这样讲的 如果要给朋友打乒乓球 要好好跟老婆 今天要去打乒乓球 有事情也要帮助做做 前一段有点身体不大好 那现在就 打乒乓球 对他来说 就打点身体 一个很好的机会 老五告诉调解员 他之前是一名货车司机 由于常年在外 十分辛苦 一直到三年前的一天 老五突然大病了一场 老五才意识到 身体的重要性 我们开车的时候 有地方吃的时候 就配饮吃 买地方吃的时候 有可能你就会饿肚子一天 所以人又老内各度 就出现咳射 两发沙不舒服 于是老五辞了工作 准备在家一心一意 调养身体 一时咳 咳得受不了 我就辞职 辞职本来是要 待在家里 我自己断练一下 身体保护一下 辞了职的老五 在两个朋友的带动下 打起了乒乓球 慢慢地 老五的身体好了起来 可是老五家的经济状况 却急转直下 就在联名为了生计问题 焦头烂额的时候 一个不错的商机 突然从天而降 家里的收入问题 一下子有了转机 这让联名不安的心 立马轻松许多 为了提高业务 同时也为了 能带动起丈夫的干劲 窗帘生意开张后没多久 联名买了一部面包车 准备让丈夫和自己 一起做生意 可谁知 联名所设计好的一切 还没执行两天 丈夫老五就不干了 在老五看来 并不是他不愿意帮妻子 经营窗帘生意 而是与妻子一起干事 十分辛苦 他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尺寸就没有良好 他归到派不上 长的长短的短 这样我做起来会长累 在老五眼里 妻子是个粗心的人 往往在登记窗帘数据时 记错尺寸 等到老五拉着材料 赶到安装的地点时 才发现 妻子给的数据 根本没法安装 本来轻松的工作 被妻子联名 弄得事倍功半 老五心里十分不痛快 更让老五不能接受的是 为了这门生意 他忙来忙去 到最后 妻子却连一点零花钱 都不给自己 老五一气之下决定 不再插手窗帘生意 叫他一个 给我一千块 零花钱他都不肯 所以说你 我说你这么熟悉 亲切这么亲爱 我说我不帮你 他老婆他就埋怨 他老婆没有给他工资 你请我开车 这一趟 你叫弟弟要多少钱 你给我付多少钱 我就跟你花多 不然他就不花多 因为零花钱的问题 老五和连铭 没少闹矛盾 最后两人一排两散 老五继续去打球 连铭则一个人 做着窗帘生意 如今 这辆面包车 一直闲置在这里 连铭对调解员说 这辆车仿佛成了 他和老五之间的 一道鸿沟 两人很少交流 夫妻之间 只有心往一处想 竟然往一处使 才能形成合力 共同经营好家庭 虽说老五 持续工作的初衷 是为了保养身体 不过如果后来 能帮着妻子 一起经营好生意 也算是为家庭 做了不小的贡献 可是因为零花钱的问题 老五一气之下 决定不再帮助妻子 这么做 多少显得老五 有些不够大度 连铭说 老五不帮他 经营生意也就罢了 如果能继续做 大车司机 他觉得也不错 但是后来的老五 不光闲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反而天天做起了 发财梦 我们下集团 就是我 我们下集团 什么時候 终编 发近 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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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也在不断地笃定着她对成功的把握 酒店还没开就先计划着到处请人 万一将来不能盈利 那肯定就是血本无归 联明觉得丈夫的设想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可是为了不打击丈夫的积极性 联明建议丈夫先应聘一个酒店的工作 联明给出老五建议后 丈夫并没有立即去面试找工作 开酒店的想法也没有了下文 没过多久老五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这种经验去办车率很好 也是会成功的 为什么我们同学他通业 他每一次说的比都很大 当时根本吃到车率很少 他事前很乐厚 在家里有个老大 什么事情都有听他的 老五告诉调解员 由于他从事着司机职业 周五有很多开车的朋友都组建了车队 为了周转资金 有人卖了房子扩大经营 看着别人日转斗金 老五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为了创业 把房子卖掉 大有人在 老五自己本来就是司机 对于怎么开车他一清二楚 如果和朋友合伙开办车队 肯定是稳赚不赔 可是当他找到妻子时 妻子却坚决反对 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跟他提个建议 联名说 并不是他不同意丈夫合伙 跟别人办车队 而是当时 那位合伙人提出的条件是 只允许投资 不同意他们参与管理 当他听到第二个条件后 联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 如果我到你公司来坐 你会告诉我说 我们的车是怎么运转的 好 我们一个车的飞燃是多少 力量是多少 大概我们的方权在哪里 你肯定要把这些细节给我说出来 他没有个完整的这种计划 他只是自己会想当然的 老五觉得 在这个家里 妻子联名一手遮天 完全束缚了他的赚钱梦想 为此联名和老五谁也不理谁 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所以我不能讲话 我们一讲话 其实就会口又会就起来了 我看他不准 他看我不准 两个人的关系越变越差 看得出来 老五是想通过创业来证明给妻子看 自己是有能力的 因此他几次三番地提出赚钱的想法 可是老五每一次的想法 都显得有些不太成熟 无论他提出怎样的生财之道 最后话来的都是妻子联名的否定 就这样 为了赚钱的问题 分歧和隔阂在这对夫妻之间不断蔓延 以至于到后来 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两个人也越走越远 这对夫妻的关系已经危机重重 他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是说 上半一步选上半 小钱一步选撞 再加上半一步 未经许多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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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曾经恩爱的两个人关系为什么会越来越紧张呢 心理专家蔡伟红给出了这样的分析 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男人追求成功和男人追求成就感的需要 老伍能够理解妻子一辈子精打细算 从中感受到彼此长久的付出 对未来的期待 以及已经融合到骨穴里的恩情 就一定能找到人生新阶段的共同目标 继继续相亲相爱地过好余下的几十年 确实 夫妻之间最应该做的就是互相妥协 可是现在老五觉得自己开货车时挣的钱都给了妻子 身体不好时挣不到钱了 妻子就一手遮天 总是不能满足她的需求 因此两个人才会无休止地争吵 所以她提出离婚来结束这段感情 而妻子联名的态度也很坚决 要离婚可以 除非老五能够满足她离婚的条件 那么面对这对夫妻提出的要求 能在法律上实现吗 让我们一起听听李长青律师的解答 夫妻财产知情权是指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中的一方对于夫妻之间财产的情况 有权予以知晓 无论双方的收入差距有多大 但是所得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双方都有平等的支配权 在我国离婚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双方都自愿离婚 可以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予以进行 另一种是有一方不愿离婚 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到法院起诉的方式 判决是否离婚 法院在认定离婚的时候 采取的首要原则是 认定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破裂 当然法律无法囊括所有的可以离婚的情形 每家的矛盾也是形形色色 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诉讼离婚的过程中 法院会从婚姻基础 婚姻现状 离婚的原因是否可以和好 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虑 如果符合感情破裂的要求 就可以判决离婚 好的 感谢李律师 现在联名和老五是针尖对脉盲 谁也不让谁 调解员们又会如何调解这场 夫妻纠纷呢 调解员细致入微 寻求夫妻背后矛盾争洁 要表达的其实他们就是想得到家人的认可 还有亲戚的认可 夫妻俩开诚不公 又能否互相理解冰释前前 他就是不要脸蛮 让他乘战车舞 也不让他以后还是会遮影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走出老五的家 调解员颜爱萍和心理咨询师谢雄方 就从刚才的入户了解中 发现了问题所在 妻子总的来讲比较强势 她什么东西都要起主导作用 其实她一直在想创业的过程当中 其实她就是想得到家人的认可 还有亲戚的认可 为了能够解决这对夫妻的矛盾 调解员颜爱萍决定 为了这对夫妻 组织一场面对面的调解 听了妻子怜悯的一番话 丈夫老五也忍不住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老五无奈地说 他并没有真正动手打过妻子 只是因为妻子总是无理取闹 才会迫不得已吓唬她一下 听完了老五解释 调解员颜爱萍认为 还是应该讲明 实施家暴的严重后果 听完了调解员的话 老五表示 他完全理解家暴的后果 不过在他看来 日常生活中 妻子干预他的事太多 老五希望 当着所有人的面 妻子怜悯 能够主动承认错误 让他承认错误 要不让他以后 孩子会只会跟这段态度对我 我日子还是不好喝 本来老五想着 让妻子承认错误 没想到妻子 却数落起 他和别的女人聊微信的事 还要当着我的面 跟那个留微信 点赞他的微信 哇你多好 你多漂亮 然后当然看到 可能你换时 换位思考 你也会生气 你要想这个家庭 就不要尽量少去做 开玩笑有一个尺度 在你这里呢 你也不能有过激行为 即使看到他 在朋友圈这样 你把他关在房间里面 把他衣服都抱着 实际上是激化矛盾 知道吗 这都不要脸嘛 那他还是你的丈夫 所以说你这种话 就不要讲 联名觉得 丈夫老五和别的女人 发微信 就是不在乎自己 而老五也因为 打乒乓球的事耿耿于怀 调解陷入僵局 调解员们觉得 无论是老五投资做生意 还是打球买车 都是因为夫妻观点不一致 而且没有互相退让 造成了生活上 方方面面的矛盾越积越多 这个时候应该让这对夫妻 相互回忆一下对方的优点 从而重新接纳对方 你也不要想去改变他 他也不要想改变你 所以双方先 这个这个 一些主要的问题摆出来 让我们先看看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把你的家庭里面 你原来就是你有一种病 是不是 你倒车之后有没有 我哪一次不是跑 跑起来去扶你 把你倒开水 我自己不敢吃海鲜 我还要去买鱼匪了 以前煮到鱼我闻到味道就会吐 现在为了他鱼也买了也煮了 那我为了你 我还经常不敢买你不敢吃的东西 我跟你讲 那我为了你 我还天天买鱼给你吃 这才是一家人 对啊 在调解员的引导下 联明和老五曾经温暖的回忆逐渐清晰起来 此时他们发现 其实他们都曾为了对方默默地付出了很多 心理咨询师谢雄方认为 现在最应该做的 是让这对夫妻明白 他们在生活中存在着哪些问题 女人需要的是理解 而男人需要的是认可 她非常需要的认可 你更多的要去认可她 比如她哪方面做得好 你要去及时的去认可表扬她 她也很希望得到你的关注 会到你的问号 比如她刚才还讲到了生病的时候 其实她很希望你帮她倒倒茶 问问她现在生病好些了吗 对 如果你们两个人在这方面 沟通上多去理解对方 我想你们是没问题的 听完了心理咨询师的分析 老五和联名都沉默了 也许他们已经明白 夫妻相处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 各退一步 也许才会让婚姻生活更加美满 调解员认为 此时应该趁热打铁 为这对夫妻制定调解方案 就到现在为止 就是我们家庭 之前交了就全部算你的 我亲戚打过 你做你的串人 以后就是咱们家庭开始 这一回就挨挨自了 我不再交钱给你 看行不行 老五首先表示 会尽快找份工作 为家里承担一定的花费 对于妻子提出汽车贷款的问题 老五也主动承担了下来 没有 我告诉你 这部车我们总共安接 我安接的10万 为了买这部车 你自己答应 都安接10万 你要付 对吧 那就由我来付 然后家庭这开支 咱们其他的就挨挨自 可以 好 最终 经过一个下午的调解 老五表示 主动承担每月4200元左右的车贷 车贷以外的生活开销 老五与联名共同承担 虽说两个人都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但是像联名和老五这样的AA制约定 在法律上有没有执行的效益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 夫妻间财产的分配呢 有多种零活的方式 其中一种呢 就是夫妻双方可以约定 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 以及呢 夫妻一方在婚前财产 到婚姻存续期间的归属情况 在法律上A制呢 也是有法律依据 是可以发生法律效率的 感谢李律师的分析与解答 其实影响夫妻感情的 并不是那些生活当中的物质条件 更不是必须要达到一个 多么高的生活标准 而是夫妻双方彼此的尊重和关心 只有你学会了为对方去考虑 愿意为了对方而妥协 才能最终收获她对你的 一片真心 大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匄 小区大师